我本人来讲 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太监 能担当远航船队的领导 这还有他个人的愿望 这个郑和是哪年出生的呢 大明洪武四年 我们知道洪武元年是哪年 1368年 朱元璋定读到南京 这个郑和 当时是1371年出生在云南 原名叫马三宝 他本姓马 咱们一提郑和说三宝太监郑和 马三宝 这名就从这来的 郑和小时候就想乘风破浪出海 为什么呢 他家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家庭 他爷爷他爸爸他 这都是伊斯兰教徒 我们说伊斯兰教徒圣地是哪呢 咱有的朋友知道 麦加 现在在这个沙特拉伯境内 麦加 麦迪纳 耶路撒冷 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 那么去麦加朝圣 可以说是所有伊斯兰教徒 梦寐以求的一个夙愿 大明王朝建立的时候 云南这一块还没有归大明馆 元朝的军队撤出去 这会军阀混战 你争我夺 到了这个大明洪武十四年 也就是说这个三宝太监郑和 十一岁那年朱元璋起兵 征服云南全境 那么当地的统治者 为了跟明军对抗 反正人也少 迫不得已把孩子都争定争过去 你家说有钱也没用 那打仗有钱算什么呢 所以郑和上前线 十一岁孩子上前线 那能打得过人家吗 就被这个明军给俘虏了 俘虏了之后呢 当时有一种非常残忍的对待 南俘虏的方式 像央阁 郑和十一岁 就被央阁 所以后来他为什么当太监 这跟这段历史是有关系的 被央阁之后呢 死不了的活着 就跟着明军呢 再开始打仗 打了大概有几年仗啊 他还挺幸运的 进了谁的部队了呢 进了后来明成祖 朱棣的部队了 这朱棣一看这孩子 是被央阁了 可是人不错 而且办事果敢 就把郑和带到身边了 成了自己的贴身侍卫 后来的事 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 明成祖朱棣 从自己侄子建文帝身上串位 最后当上了永乐皇帝 当上皇帝之后 明成祖马上重用郑和 你不被央阁了吗 那好 进内庭当太监 封他为内官监 什么意思 就总领里边所有太监 这是太监里头最大一官 转过年 他继位第二年 说你也别叫马三宝了 我赐你姓 你姓郑 你叫郑和 所以这德皇的赐姓 是封建社会老百姓 一种无上的荣耀 咱们还记不记得 明朝末年郑成功 他爸爸郑之龙 郑之龙就是个海盗 但是呢 在海上打架解舍的时候呢 也跟荷兰鬼子 比利时鬼子打仗 打过不少圣仗 所以明朝皇帝呢 赐他姓郑 这么他叫郑之龙 儿子叫郑成功 而一提郑成功 他的下级管 他叫什么 国姓爷 国姓 国家的姓 这是大明王朝皇帝 赐给你姓 所以这赐姓是不得了 这么得朱棣出来 同时呢 朱棣那个时候 还有要下西洋的决心 还知道郑和本身 第一对他忠心耿耿 第二有一定航海知识 所以一有这事 先找郑和 而郑和本人一辈子 梦寐以求的 就是想到卖家去 朝圣去 所以这个愿望一拍即合 郑和就成了下西洋两头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啊 很少有这么大的举动 用一个太监去干的 所以这也是历史的机缘 历史的巧合 明成祖朱棣 让郑和下西洋 还有个目的 为了找人 找谁 找他侄子 建文帝 说建文帝不是 他穿位之后被他弄死了吗 还真不是 朱棣是把他侄子赶下台了 他当皇上 当皇上当皇上 供到供里边一找 建文帝没呢 不知道哪去了 他还听说呢 说建文帝啊 跑到海外去了 说跑到什么缅甸呢 什么这波斯那边 伊朗啊 什么人 登登登 那头去了 他心里不放心 国内找不着 就想到海外找去 所以让郑和 带领着船队 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让郑和去 你要哪个大臣 他把这事给你 撸出去了 不太好 郑和是自己贴身的 最亲信 所以让郑和出海外 去找建文帝 以绝自己的 惜福之患 当然后来也没找着 到郑和六下西洋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印象并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Thr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